生活教練帶你關注 中部一隊夫婦騎車經過了 親近天空步道連外道路時 被輛從對向迴轉的轎車撞上 兩個人被撞飛 富人被車子輾過去 送醫之後回天乏術 警方初步調查 造勢的駕駛一次是為了到對面停車 所以違規迴轉 沒有想到造成嚴重車禍 哎呦沒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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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撞擊 機車上兩人當場喷飛倒在地上 乘客之後又被造勢轎車輾過 讓募集過程的民眾當場嚇壞 遭到碾壓的富人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 機車雙載的夫妻傷勢非常嚴重 坐在後座的妻子 更是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如果民眾隨即幫忙急救 不久後救護車也敢抵現場 不斷施行急救 但富人還是回天乏術 因為過程中就是都沒有 都沒有恢復心跳 到現場要做CPR的時候 阿嬤就已經 就已經都應該是嚴重的內凸血了 死亡車禍發生在親近天空步道外的道路上 27號下午1點左右 一輛紅色轎車行進南投台14甲線 9.5公里處時 臨停路邊這時候全姓夫妻也騎車經過這裡 疑似轎車發現騎士這個方向的路邊有車位 突然違規跨越雙黃線道回轉 機車當場被撞上 兩人也噴飛 80歲的全姓駕駛多出受傷 75歲妻子落地後 又遭到轎車輾過最後傷重身亡 經實施酒冊 確認五酒駕情情 教室駕駛從新竹到南投旅遊 卻疑似為了停車撞上老夫妻 釀成一死一傷 近新聞黃玉婷 邱平翼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